我和沈渊结婚三年 我们的感情一向不错 所以看到手机上那张 他和别的女人亲吻的照片时 我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找朋友确定了图不是屁的 心渐渐沉了下来 我顺着那个发消息的电话号码 又查了一番 对方的微信号 微博号 抖音号全部出来了 上面明目张胆的和沈渊秀恩爱 虽然沈渊的样貌做了虚化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是小情人打上了家门啊 我花一下午的时间 看完了小情人的全部视频和微博 小情人走的是励志人设 在网上勤勤恳恳的卖零食 将自己的小店经营得不错 他和沈渊在一起一年 这一年来 沈渊经常借口出差 其实是和对方再过二人世界 两人游遍大江南北 在无数网红景点打卡 将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给玷污了 我的心情很糟糕 但看了看手边的胃癌确诊单 忽然没那么糟糕了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 姐姐 你知道我是谁吧 对不起 我不想打扰你的婚姻 可我现在怀孕了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爸爸 只能请你帮帮我 姐姐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电话里 他哭哭啼啼 柔弱可怜 我的低血压瞬间被治好了 我压下一腔怒火 平静道 怎么证明你怀孕是真的呢 你怀疑我 我这就给你发证据 那边一阵操作 将孕简单发了过来 姐姐 你看他已经有模样了 我实在不忍心把他打掉 他也是一个小生命 沈渊不爱你了 姐姐你放手好不好 我看了一眼癌症确诊单 不生气 不生气 不和死人未来的遗孙计较 才怪 我继续道 那你怎么证明 孩子是沈渊的呢 电话那边一阵诡异的沉默 他终于不装了 亏我叫了你半天姐姐 沈渊还说你特别有素质 没想到你就是这样的素质 管你爱认不认 孩子就是沈渊的 不信等孩子生出来 可以和他做亲子鉴定 我淡淡道 那倒不用 孩子生下来还很久 让孩子当个私生子的名声 太不好听 他妈妈做错事 怎么也不能惩罚他吧 不如这样 你发个誓 说孩子如果不是沈渊的 你出门被车撞死 我就相信你 电话那边 一阵道吸气 玄机是一长串的国马 沐威 你特么才出门被车撞死 你个贱人自己不愿意生孩子 吊着沈渊 还不允许别的女人给沈渊生孩子 我祝你十辈子生不出一个孩子 我把手机拿远了一些 顺手点了录音 录得差不多后 我将录音发给了沈渊 没多久 沈渊急匆匆地来了 威威 对不起 我没想到对方会找上门来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处理好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 一时晃了神 我和他说过 不要来打扰你 他滔滔不绝地解释 显然这些词是已经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 说出来的时候都不打磕巴 我却越听越心惊 如果不是那个叫顾潇涵的女人不甘心 他还打算脚踩两只船多久 而且压力大就可以去出个鬼 我压力大的时候 怎么都是脸上抱痘痘呢 我听不下去了 猛地打断他 他怀孕了 沈渊张了张嘴 沉默了 我心里冷笑 逼出两行泪水 沈渊 好聚好散 我们离婚吧 我用最快的速度找了一个律师 开始在律师的建议下筹备离婚资料 并预约了民政局的离婚排队 我把财产分割的协议递给沈渊 这份协议其实对他很不利 三套房子 我占了两套 两辆车子一人一辆 现金归我 基金股票归我 也就是除了一套房和一辆车 他什么都没有 其实 我很想让他净身出户 但想到那样会麻烦很多 只能做一些妥协 他嘴唇捏如着 手指颤抖 眼睛都红了 薇薇 我不离婚 我承认是我错了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我眼角潮湿 心里并不是无动于衷 可惜 我这个人有洁癖 一想到 他和顾潇涵有了一个孩子 我就无法忍受 就算勉强自己放下 恐怕今后的每一天 也会疑神疑鬼 寝食不安 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过错 惩罚自己 再者 他的报应已经来了 我为他搭上自己的后半生 他不值得 现在 沈渊对我有愧疚 是我分割财产的最好时候 否则 一旦原谅了他 放低自己的底线 万一再走到离婚那一步 他只会觉得我又来一次 那点愧疚就不值钱了 我垂谋 你是觉得我分的财产太多了吗 如果是财产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直接说 不 不是财产的问题 沈渊急忙表忠心 是我做错了 你想要全部给你都可以 是我舍不得你 我们恋爱三年 结婚三年 六年了 好 既然你觉得财产不是问题 那就签下协议 沈渊 不要死缠烂打 不要让我瞧不起你 我看着他的眼睛 眼含泪花 不只是男人会骗人 女人也会 尤其由爱生恨的时候 沈渊在我目光逼世下终于颤抖着签了字 还有三十天的冷静期 威威 我等着你改变主意 如果你能做到这三十天里不联系顾萧涵 我会考虑改变主意 你能做到吗 能 你相信我 那好 给公司请假 我们一起出去旅行一个月 一个月后回来 行 沈渊答应的干脆 甚至开始和我商量去哪里旅游并订了票 只是他到底心神不宁 一下午魂不守舍 似乎要表明自己的决心 但又背着我偷偷发消息 呵 男人啊 在我的坚持下 他和我第二天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申请 只等旅游回来 冷静期结束 一切尘埃落定 我们各自收拾行李 他热情得不得了 响得面面俱到 在临出门的最后关头 电话响了 他的神情顿时变了 他咬牙挂了电话 我的手机响了 我故意接起来 对方的声音很大声地传了过来 姐姐 求求你把沈渊还给我 我肚子好疼 我快死了 顾肖寒失声痛哭 沈渊 我肚子好痛 我刚才吃错了药 我的孩子是不是快没了 我好疼 求求你 救救我 他嘴巴上说着救救我 声音却中气十足 可偏偏沈渊信了 你在哪里 你叫救护车了没有 我现在立刻来 他焦急万分 立刻下楼 我叫住他 沈渊 他站住 面上出奇的严肃 微微 人命关天 你不要拦我 我苦笑了一下 电话还我 他错愕片刻 将手机给我 咬咬牙 扭头去了 微微 你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我正好去和他说清楚 他进了电梯 电话响起 这一次他没有拒接 肖肖 我马上来 你等我 你别害怕 他好深情啊 可我看约了 我冷笑着删除了自己方才发的紧固肖寒可见的朋友圈 重游旧地 重回少年 配图是订票记录 我从未曾想过和沈渊去旅行 去重温旧情 自从知道他出轨 他已经彻底地从我的生命里被删除了 只是我不愿意做那个恶人 那就让顾肖寒来做好了 反正 他乐意 我请了两个终点宫 将房间里属于我的东西能送人的送人 能扔的扔掉 然后 拉着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走了 既然要做一个伤心失望的女人 那就决绝一点 免得沈渊不知道将我伤得有多深 住进酒店 没多久 我就看到了顾肖寒发的朋友圈 果然爱情是救命良药 我永远都不会失去你的 对吧 这一次 他明目张胆 将沈渊的脸拍得清清楚楚 他的身情在美颜加持下格外动人 我保存了图片 这些都是我将来立于道德高地的证据 希望将来顾肖寒还能炫得出来吧 三天后 沈渊才给我打了电话 我挂了 他切而不舍 电话 语音 视频轮着来 似乎想以此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喜新厌旧 负心薄性的人 表演欲旺盛 善于自我感动 我现在才发现他的这些毛病 要是真的在乎 就该克制住自己 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他发了一段语音过来 威威 你在哪里 你离开了吗 我知道你生气了 但人命关天 请你体谅体谅我 威威 我知道你最善良了 我来找你 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 我看着消息 笑了 看来顾萧涵不行啊 竟然只留住了沈渊三天 为了气气顾萧涵 也为了让沈渊知道对我的伤害 免得以后病在床上想起我 我决定见他一面 最好能做到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我将地点约在了我们以前常去的一个氛围不错的咖啡馆 他飞快赶到 看到我立刻就要扑了上来 我端起一杯咖啡 做出坡的姿势 他立刻停下 变了脸色 威威 不要叫我威威 叫我沐威 三天前 你答应我什么 我 威威 我已经解释过了 那是一条人命 我以为你能理解的 我理解 不 我不理解 甚至很想撬开他的脑壳 将里面的水倒出来 他没事 对吧 沈渊沉默了 我看他的神色越看越心惊 他不瞎 他肯定看出来顾萧涵是故意的 只是他很享受被一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的样子 甚至很享受二女征夫的过程 让他特别有成就感 我认识他那么久 竟然不知道 他脑子里有这些封建糟粕 看来 我也要反省一下 当初 你在这里向我表白的 我们在这里分手 也算有始有终 我将手指上的戒指摘下来 递给他 他红了眼睛 忽然情绪激动 威威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紧紧抓住我的一点过错不放 我已经和他说过了 再也不会打扰你了 那这是什么 我将顾萧涵的朋友圈照片放大给他看 他白了脸 你的劝说无效对吧 你知道最让我伤心的是什么吗 是他一个电话就可以将你叫走 你在我和他之间选择了他 你奔向他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被放弃的我心会不会疼呢 有没有想过 你一点点抹杀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敢保证这样的事情 以后不会再发生吗 今天他肚子痛 明天他头痛 后天他再有别的事情 你会选择谁 我静静地看着他 不容他丝毫作假 他白了脸 我 我会选择你 那就是一下 我站在沈渊身边 和他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顾萧涵 果然 三秒钟 沈渊的电话响了 沈渊铁青着脸要挂断 我冷声道 接 微微 你不要这样 没必要 那我走 我接 他拉住我的手腕 快速接起电话 满脸都是拒绝 可电话那边却是黄疾的声音 沈渊 我流血了 我下面 下面流血了 我肚子好疼 刚刚他给我发了照片 我看到动气了 啊 好疼 我好疼 他的声音听起来好惨 沈渊忽然对我发怒了 沐渭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好不容易才安抚下来 我呆住了 虽然这是我想要的效果 以免他将来躺在病床上纠缠我 但现在 我还是的的确确被伤到了 我冷声道 冷静期满 我们民政局见 你去照顾你的真爱吧 其后的许多天 沈渊仿佛死人一样没有丝毫动静 我从最开始的有一点点难过 到后来 彻底变得冷漠释然 夫妻一场 走到这一步 是我没有想到的 顾萧涵的朋友圈也没有丝毫动静 不知道是不是被沈渊严令禁止发朋友圈 还是不愿意再刺激我 以免发生变故 不管怎样 终于清静了 第29天 我给沈渊发了消息 明天九点 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消息很快回来了 姐姐你放心 阿渊一定到的 我冷笑一声 喝了一瓶安神夜 一觉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 我化了个美美的妆 开车去了民政局 我到的时候 沈渊已经到了 她身边站着一个穿着白衬衣的长发女孩 两人笑笑闹闹 沈渊一脸宠溺 那女孩小拳拳捶着她的胸口 扒唧一口亲了亲她的脸蛋 目光看到我 露出挑衅的笑容 却又在我走过来时 化作了小鸟依人局促不安的模样 这么能装 不知道是哪里产的大头算 我收回目光 看向沈渊 东西带了吧 走吧 沈渊脸上几分愧疚 微微 对不起 叫我穆薇 谢谢 她惊恶的面容变得苍白 我率先进去 她跟了过来 协议都是你定好的 没有任何争议 我们很快办妥手续 领了离婚证 我心里很是感慨 结婚证是红色 离婚证也是红色 还是发证的人看得透 结婚离婚 其实都是好事 摆脱过去 重新开始新生活 怎么看都相当于新生 沈渊的愧疚越发浓郁 薇 木薇 她怀孕了 流产对身体不好 沈先生 和我不必解释这么多 我们现在是陌生人了 我打断她 不过 看在过去的份上 我还是要和你说一下 这件事情 错的人是你 如果你真的爱我 就不应该婚内出轨 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不应该让她见不得光 既然我已经给你们疼位置了 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 严禁于此 以后再也不见了 我这一番话说得大气漂亮 周围来伴政的人 看我的目光充满了赞赏 这赞赏我实难承受 我这个人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被枕边人绿了 其实我恨不能她坟头草也绿了 沈渊没料到我如此说 更加愧疚 她上前一步 想拉住我的手 我心里厌恶的要命 我从不知道她这么黏糊 我当初一定眼瞎了 幸亏顾萧涵立刻跟了进来 牢牢挽住沈渊的胳膊 笑道 谢谢姐姐成全 那我今天正好和她一起领歌证 毕竟肚子里的孩子也等不及了 再就是 阿渊为了补偿你 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给你了 希望姐姐以后拿着那些钱 过好自己的日子 她明里暗里的暗示 沈渊很大度 而我太贪财 我笑了 那我恭喜你们 我和沈渊的财产 都是婚姻存续期间一起赚的 不存在她让着我 我没有让她净身出户 使我大度 听说顾小姐的店 还挺赚钱的 不过 网红都是靠粉丝挣钱的 不知道 你的粉丝知道你给人做小 还对原配破口大骂 是什么感想 顾萧涵瞪着眼睛 咬着唇 模样楚楚可怜 但她可能真的怕我乱来 竟然没有反驳 她只是楚楚可怜地哼哼两声 沈渊这个大傻子 竟然就替她出头了 穆薇 是我追求的萧萧 是我对不起你 你有事情冲着我来 真的可以冲着你来 我冷笑一声 我冷笑一声 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 这样行不行 沈渊被打蒙了 估计是我之前表现得太冷静克制 让她以为我不会怎样 可现在 离婚症在首 害怕她缠 我没打死她 是因为我是守法公民 不是我脾气好 这一巴掌 是你婚内出轨 你欠我的 啪 这一巴掌 是你替她挨的 你和她一起恶心我 我没把事情闹大 是我仁义 放你们一马 我又想打 沈渊抓住我的右手 目光阴冷 满脸恨意 你够了 啪 我左手一耳光打了过去 沈渊彻底懵了 顾潇涵则尖叫起来 你疯了 你有病吧 她急忙拉着沈渊后退 工作人员也赶了过来 迅速把我们分开 我指着沈渊的鼻子 吏声骂 沈渊 你人也有三分火 当初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是你说暂时不想要孩子 是你想过二人世界 你现在跟我说她有孩子 你要离婚 是你背信弃义 忘恩负义 以后我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再敢来打扰我 别怪我翻脸无情 这三巴掌 把我和她过去的那点情意 全部打没了 沈渊面色阴寒 众目睽睽之下 面子里子全丢了 本来想给你留一点面子 等过段时间再和萧萧领证办婚礼 但你做得太过分了 萧萧 我们去领证 顾萧 顾萧 心疼地摸着沈渊的脸 冷笑道 你要庆幸阿渊是好男人 不打女人 不然 你今天就完了 我也笑了 我不讲武德 我打女人 要不你来试试 我帮你一脚人流 顾萧 萧 下得花容失色 沈渊狠狠瞪我一眼 你连萧萧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现在想想 和你离婚是好事 他拉着顾萧涵 头也不回地去了结婚登记的地方 我 这狗男人内涵我 呵 等他病在床上的时候 我倒要看看 他的萧萧 还会不会是二十四孝好老婆 几分钟后 顾萧涵特意将自己的结婚证发给了我 我冷笑一声 拉黑了他和沈渊 心里长舒一口气 很好 计划完成过半 剩下的一半 就看他们什么时候办婚礼了 沈渊恨死我 顾萧涵又虚荣 两人应该会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果然 没多久 熟识的亲友陆陆续续地给我打电话 竟然都是迷茫地问我 怎么和沈渊离婚了 在他们意识里 我和沈渊还是恩爱的样子 我也不怕麻烦 一个个地告诉他们 沈渊劈腿一年了 顾萧涵打上家门逼着我离婚 我每一个电话都接 每一个都这样说 讲到动情处 还会流下几滴伤心的眼泪 众人一听 顿时语气变得微妙 微微 你真是懂事啊 委屈你这孩子了 可不是吗 把我委屈坏了 后来 沈渊的电话没打来 他父母的电话倒是打来了 微微啊 你们夫妻离婚 你把大头占了 阿渊理亏 我们也不多说什么了 不过 你以后不要再逢人 就说我们阿渊怎样怎样 对他名声不太好 得饶人处且饶人 做事情不要太过分 我一口老血憋在心中 只觉得一片真心喂了狗 我和沈渊结婚三年 对他爸妈是真的当做自己亲生父母孝顺的 我买东西一向是买三份 自己一份 我父母一份 沈渊父母一份 逢年过节的礼品红包 一个也不会少 沈渊连他父母生日都不记得 都是我提醒他发祝福送红包 他父母看病 我跟着跑前跑后 端茶到水请护工精心照顾 当初 他们信誓旦旦地说 以后阿渊要是对不起你 我们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现在却认亲不认理 呵 叔叔阿姨 我如果说的是假话 你们可以去告我造谣 如果我说的是真话 你们也没资格阻拦 做出这种事情的人都不觉得羞耻 恐怕也不怕人说 我声音冰冷 那边也急了 嗯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你瞒着我们和阿渊离婚 骗了阿渊好多的钱 那些钱就是风口费 你怎么还好意思说三到四 再说了 你们恋爱三年 结婚三年 六年了也不生孩子 你知不知道别人都是怎么说我们的 说我们娶了个祖宗回来供着 你自己如果是个好的 阿渊怎么会和你离婚 女孩子家家的 要贤良舒德才会有男人爱的吗 那边还在滔滔不绝地输出三从四得 好吗 我当初选婆家一定是从风剑余孽里面选的 我点了录音 把手机放远了一点 等手机彻底不响了 已经录音了七八分钟 我将录音发给一个朋友帮忙剪辑一下重点 留着以后备用 我朋友听完 直接回复了我一句 你太心软了 怎么没把那一家子打死 我笑了 打死干嘛呀 要留着他们互相感动 相亲相爱呀 沈渊结婚是在我们本地最好的一个酒店 听我们共同的朋友说 沈渊告诉他们 顾湘涵有名气 有美貌 有事业 有财富 又愿意回归家庭 这么好的老婆再也不好找了 所以想把最好的给她 听起来 真的情深义重 果然心人胜就人啊 等到结婚当天 我去了酒店 里面真的比当初和我在一起举办婚礼的时候浪漫盛大得多 那时 我和沈渊感情深 并不计较那么多 一切都本着务实来 我们觉得行事不重要 只要情意在就行 如果能穿越回过去 我一定狠狠给自己一耳光 让你心疼男人 让你给男人省钱 遭报应了吧 我戴着大墨镜 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 没有引起人注意 很快 时间到了 沈渊和顾潇涵在司仪的主持下 按部就般地走着流程 顾潇涵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洁白的婚纱穿着略显臃肿 不过她气色很好 人逢喜事精神爽 一看就是春风得意的人 而沈渊大概是被娇妻唤醒了第二春 整个人瞧着更英俊 更有魅力 两人互相说着感恩的话 大屏幕上适时地放起两人的结婚照 但很快 照片卡住不动了 投放在大屏幕上的变成了一张胃癌确诊报告单 这个单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沈渊的名字 所有人顿时懵了 原本还低头闷声吃东西的人 立刻抬头发出一阵惊讶的声音 整个大厅顿时喧哗起来 新郎得癌症了 这单子真的假的 新娘知不知道 要是不知道 这就是骗婚啊 顾潇涵顺着众人的目光 看到了大屏幕上的癌症确诊单 她神情骤变 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沈渊被对着屏幕物字说着动情的话 但很快 她也反应过来 转身看到确诊单后 脸上的表情精彩分成 癌症 她慌了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有人造谣 赶紧把这个撤下去 现场顿时慌乱了起来 有人急忙去后台查看情况 沈渊的父母手足无措 根本就不敢相信 而顾潇涵的父母则护在女儿身边 横眉睦目 俨然忘了刚才他们还在使劲夸这个好女婿 现场彻底乱了 我站起身 趁乱混了出去 后来 我听在场的朋友说 婚礼虽然勉强继续了下去 但新郎新娘明显状态不在线 两人强颜欢笑 隔着距离 明显生了猜忌 婚礼结束后 沈渊和顾潇涵没来得及闹洞房 便一起去了医院 最后的结果 自然不用说 沈渊真的得了胃癌 她当即住进了医院 而顾潇涵则回了自己的居所 两人的婚房一天都没住 就变成了冷宫 晚上的时候 我和朋友一起吃火锅 一个陌生号码打过来 对面一开口 我就听出是沈渊的声音 她愤怒地质问 是不是你在我婚礼上搞鬼 我笑了 你谁呀 那边沉寂一瞬 才咬牙切齿 我是沈渊 砰 我挂了电话 对方坚持不懈地打过来 我将电话拉黑了 继续吃火锅 只是终究有些不对位了 其实 拿到胃癌确诊通知单的当天 我心里很难受 一上午的时间 我基本上都在查与胃癌相关资料 希望能找个让沈渊接受的说法 让她不要失去希望 甚至估算了治疗费用 想着现在就开始卖房 为治疗做准备 可后来 失去希望的人是我呀 她的出轨 彻底终结了我的怜惜 我为一个劈腿难操心 真是疯了 现在她知道了这个消息 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想法 会不会觉得报应 可电话刚消停没多久 又一个电话来了 是顾消寒 她的声音仿佛脆了毒 透着刻骨的恨意 沐威 你个贱人 你故意因我 故意打沈渊 逼得他和我早早结婚报复你 你好毒 我来劲了 我拿枪捏掉 脚柔造作的清了清嗓子 沈太太 新婚快乐呀 你说的话 我一点也听不懂 不过 做人呢 要懂得感恩 世上像我这样大方退出 让小三上尉的原配已经不多了 你还欠我一个谢谢呢 顾消寒气急了 我谢你妹 你给我等着 你这么因我 我跟你没完 你会遭报应的 沈太太 我打断她 刻意强调了这三个字 这个身份是你千辛万苦求来的 怎么 身份拿到手 没人扔过墙 有点不地道了吧 再说了 当初说肚子疼闹着要沈渊陪的人是你 现在肚子不疼了 用不到沈渊这个止疼药了 就想把人家甩了 地球是围着你转的吗 我挂了电话 顺手将顾消寒也拉黑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沈渊的父母会找到我工作的单位来 他们一早等在楼下 一看见我立刻冲了出来 沐威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阿渊生了病 故意和他离婚 骗他的房子 车子 你年纪轻轻的 做人怎么这么狠毒 你现在把房给我还回来 不然 别怪我们给你难看 他们闹出来的动静很大 周围已经围了许多人 其中不罚我的同事 有几个同事立刻将我和他们隔开 免得双方发生冲突 有人劝他们大清早的不要闹事 他们则激动地跟人宣传我干的缺德事 还有同事在低声安慰我 让我先上办公楼去 我摇了摇头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他们迟早要来闹一场的 要让他们再也不敢来 只有让他们怕了 我开始摆弄手机 连接上了我随身携带的蓝牙音响 我特意买了一个声音特别大的 就算吵架 也不怕声音被盖了下去 很快 音响里传出来的声音 让所有人都惊住了 微微啊 阿渊只是出个鬼 男人都会出鬼的呀 天天你怎么就接受不了 那古代还三妻四妾呢 哪个像你这么闹 你以后不要再说我们阿渊坏话了 那房子是给你的封口费 你不要见不得人好 人家萧萧那个小姑娘挺不错的 还没过门就愿意给我们阿渊生孩子 再看看你 没有哪家公婆是想要一个不下蛋的母鸡的 你不要再缠着阿渊了 不要影响人家夫妻俩的感情 沈父沈母满脸战红 又恼又恨 我笑了 原来是知道羞愧的 原来知道这些话说得难听啊 可当初他们大概很得意 觉得自己的儿子有能耐 娶了一个更好的 所以对我当初对他们的好事而不见 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认亲不认理 现在知道顾潇涵靠不住 又觉得给我房子亏了 世界上的便宜 怎么可能都让他们占了 我关了音响 淡淡道 今天你们来我公司门前闹 等会儿 我会去你们小区门口放喇叭 大家彼此之根之底 你们能欺负我 没道理我还对你们讲感情 我和沈渊离婚了 和她没有一毛钱关系了 你们要找人也应该去找顾潇涵 刚刚才举办过婚礼 你们怎么就忘了自己换了儿媳妇呢 她不是你们心里的好儿媳吗 沈父沈母极了 他们在这里活了一辈子 最要脸皮 最怕丢面子 穆薇 你敢去我们小区闹 我们就报警 周围一阵哄堂大笑 太不要脸了吧 来别人公司闹的时候 义正此言 一点也不担心把别人的工作弄没了 别人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你们 你们自己受不了了 沈父沈母会溜溜地走了 看我的目光透着恐惧 同事们都劝我算了 不要和他们一般计较 但我想了想 狼来了 不把他一次打趴下 那狼以后还会再来的 只有让他疼 他才知道怕 所以我雇了几个人 在他们小区东 西 南 北四个门 拿着喇叭 播放他们自己说的那些话 听说 沈父沈母忙了东门 西门响起来了 等赶到西门 南门又响起来了 他们躲进家里 报了警 警察来了 我拿出来同事录的他们 在我办公楼前闹的视频 警察被气笑了 这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末了 只能各自批评教育一顿了事 从警局出来 我看着他们平静道 我现在有钱有闲 你们和我闹 我工作不干了 可以奉陪到底 不过 不知道到时候 你们还有没有时间照顾沈渊 你们脑子清醒一点的话 就该知道 现在要做的是给沈渊治病和稳住顾潇寒 你们的好儿媳 现在可不一定愿意给沈渊生孩子了 两人神色变换 普通一生跪在地上 威威 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你不把房子还给我们 阿渊治病没钱 顾潇寒也不肯生孩子 顾潇寒说 只有把房子要回来 证明我们养得起孩子 他才肯生 你至少还一套房子 行不行 我好卖房给阿渊治病 省点钱再带孩子 以前是我们不对 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 求求你看在我们姥姥的份上 帮帮我们吧 以后叔叔阿姨 一定把你当救命恩人看待 道德绑架我 可惜我没道德 谁都绑架不了我 我挪开一步 躲在警察背后 顺手点开了音响 这次我放的是精简版 威威啊 古代还三妻四妾呢 你这只不下蛋的鸡 房子是给你的封口费 警察没忍住 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两人赶紧起来 狠狠瞪我一眼 灰溜溜地走了 我盯着他们的背影 真的被恶心透了 原来是顾潇涵在背后搞鬼 这个小绿茶 自己躲在后面 让别人冲锋陷阵 呵 长得一般 想得倒霉 我将顾潇涵和沈渊 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把今天的报警回职单 各自给两人发了一份 并给沈渊发了一份 他父母对我破口大骂的录音 我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沈先生 需要我在朋友圈里 将今天的事情广而告知吗 很快 沈渊的电话来了 微微 他嗓音嘶哑 听起来很虚弱 估计这段时间受了不少罪 沈渊大学时候就有胃病 之前 我一直很注意他的饮食 可这一年来 他和顾潇涵一起借着出差的名义 游遍了大江南北 吃喝 并不忌口 却还时常在电话里 给我撒娇说自己工作太累 导致胃痛 我那时很心疼他 催他回来赶紧做胃镜 现在想想 我好傻 这狗男人 一边享受着我的关心担忧 一边和三儿密切接触 想到这 那点儿同情瞬间烟消云散了 我痴笑一声 沈渊 今天的事情怎么解决呢 沈渊沉默了一瞬 我会和我爸妈说的 以后他们不会再去找你 呵 答应的不要这么轻易 建议你和沈太太商量一下 沈太太说问我要回房子 她才肯给你生孩子 她怀的是我的孩子吗 还是她没长嘴 或者你特别高兴自己的父母 被人当枪使 我知道了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沈渊难得的没有替顾萧涵说话 估计这段时间 她和顾萧涵的感情出了问题 两个自私自利的人 没有动到他们利益的时候 可以一致对外 一旦动了他们的利益 就该拔刀相向了 可这 关我什么事 沈渊还想说什么 我已经挂了电话 而手机上也有了顾萧涵的回复 沐渭 阿渊现在没钱治病都是你害的 以后他死了鬼魂都会缠着你 现在我的孩子生下来也没钱养 我如果打掉孩子 这条命也算在你的头上 你还报警抓孩子的爷爷奶奶 世上再没有比你更狠心的人 你会遭报应的 这几行字看得我脑门充血 眼皮乱跳 沈渊要是知道顾萧涵这么诅咒他 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我快速回复了消息 不会吧 不会吧 堂堂十万粉丝网红 竟然没钱养孩子 需不需要我发视频帮你筹钱呀 阿渊那么好的哥哥 虽然得癌症了 但你要懂得珍惜呀 你应该砸过麦铁给哥哥治病 才对得起你的励志人设呀 我好羡慕你呀 和阿渊那么有夫妻像 不像我 这辈子都不可能得癌症的 阿渊的爸爸妈妈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都肯下跪呢 一定是你特别孝顺 他们才这么舍不得你 我已经遭报应了 今天数了数银行卡里的钱 真的哭出了声 这么多啥时候花完呀 虽然你抢了我的阿渊 但我不委屈 你开心就好 你们真爱无敌 我还要继续发 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跳了出来 顾潇寒拉黑我了 呵 若鸡 战斗力不行 还学人挑衅 善儿 后面几天 风平浪静 或许是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我居然升职加薪了 老领导升职前 将我提拔了上去 说我敢冲 敢做 有想法 公司就需要我这样有担当的人 我仔细想了想 觉得他大概说的 是我和沈渊爸妈硬刚的事情 勤勤恳恳工作了六年 靠着一场闹剧升职加薪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样 而我意外在交接工作的清单里 看到公司的带货女主播名单 里面赫然有顾潇寒的名字 我这才知道 顾潇寒自己经营着网店 但也做带货主播 我冷笑一声 对秘书道 把他去掉 啊 为什么呀 相信我 他过段时间可能会爆雷 到时候别连累公司 秘书神情严肃 立刻去办解约事宜 很快 顾潇寒打电话到了我办公室 他语气小心 透着讨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您这边为什么解约呢 有什么我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您说 我这边会全力配合的 稀奇 顾潇寒还会用这么讨好的口吻说话 我淡淡道 秘书应该给你解释过了 等你一百万粉丝的时候 我们会再考虑和你合作的 我挂了电话 懒得再和他多说一句 但大概顾潇寒听出了我的声音 他给我发了一个是你 我拉黑了他 见人不配和本公说话 然而 到了晚上 秘书就急吼吼地给我打电话 穆总 快看 那个顾潇寒开播了 他内涵我们 我打开视频 果然看到顾潇寒可怜兮兮地在屏幕前掉眼泪 友友们 大家知道我这段时间的遭遇吗 我被人骗婚了 我老公隐瞒自己已婚的事情 骗我说自己单身 他还得了癌症 直到我和他领了结婚证才爆出来 他为什么要和前妻一起合伙骗我 我对他那么好 他前妻还赶尽杀绝 把我的带货合同给搞没了 以后我怎么活 怎么养孩子啊 顾潇寒哭得梨花待雨 在美颜加持下 原本清秀的容貌变得楚楚动人 我见油脸 他小心翼翼地擦拭着眼泪 没有擦掉一点妆容 弹幕里无数人同情他 这就是骗婚啊 太卑鄙了 他们不会是看你做主播挣钱了 想骗你的钱 给那个男的治病吧 真的很有可能 你把那对渣男贱女的联系方式说出来 我们帮你查 是哪家公司 我们以后再也不买他家的产品 主播好可怜 怀孕了不能这么哭的 伤眼睛 许多人义愤填膺 但弹幕里划过了一条不和谐的声音 贱人又出来骗同情了 赶紧给老娘退钱 我加了那个人 那个人发来一个问号 你是叫我闭嘴的 闭嘴就给我封口费 三十万 一分钱都别少 我笑了 不是 我是他说的那个恶毒前妻 你好 倒霉蛋 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那个小贱人的债主陆林 和陆林聊了一番 我才知道 顾潇涵刚开始做网店的时候 一穷二白 没钱拿货 是陆林看重他的潜力 给他提供了一批货 货品质量好 口碑还不错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多久就开始有大量的人退货 他一向做生意时程 老老实实给人家退了 后来 他把那些货重新查了一下 才发现 根本就不是自己发出去的那批货 包装虽然一模一样 但东西都被以刺冲好了 而这背后搞鬼的人是顾潇涵 顾潇涵订了一批赐货退给他 自己却把正品的钱赚了 这么一来回 他亏了三十万 反而顾潇涵靠此起家 积累了一大批粉丝 他和顾潇涵因此打官司 但证据难找 耗时很久 他发现自己除了时不时的给顾潇涵天天赌之外 竟然别无他法 陆林的事情 给我提了一个醒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顾潇涵的销售量发现 他挺会包装自己的 找了不少水军来刷好评 实际销售额不值一提 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傍上沈渊 他大概清楚自己没什么销售天赋 业务水平一般 主播带货事业也做得不咋呀 能遇到沈渊这样一个年纪轻轻 年薪百万的纪幽谷 自然不肯放手 果断用怀孕来绑住沈渊 而沈渊这个大傻子 恐怕还得意自己有魅力 能让年轻漂亮的妹子主动投怀送抱 我冷笑一声 给沈渊将顾潇涵的直播视频发了过去 不知道他看了之后是什么感想 沈渊很快给我打了电话 他一开口 回忆的气息便扑面而来 微微 我想你了 我听了 没有丝毫感动 反而被恶心坏了 听说沈渊现在一直住在医院 没办法工作 原先的副总职位已经被人取代 他父母已经在卖房子给他治病 但癌症 是个无底洞 几十万砸进去 还不知道结果怎样 他现在说想我 想的恐怕是我的钱 我冷笑一声 顾潇涵的视频怎么解释 他沉默良久才开口 微微 我可能真的要死了 顾潇涵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父母 在世上唯一的一点念想了 我明白了 顾潇涵用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做要挟 让沈渊和他父母保持沉默 他自己就可以随意颠倒黑白 沈渊继续道 微微 把那个单子给顾潇涵吧 他一个女孩子也不容易 如果你能不计前嫌 我最后一套房子也可以给你 另外 你能放过他吗 看在我们以前的份上 你帮我最后一次 好不好 我被气笑了 你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 自己名声臭了 还想让我担一个恶毒前妻的名声 那边一阵沉默 这一刻 我的心冷极了 也恨极了 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足够赶尽杀绝 现在看来远远不够 这一对贱人 想让我背下黑锅 他们在做梦 我深吸一口气 声音冰冷刺骨 透着恶毒 沈渊 我本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打算放你和顾潇涵一马 只要顾潇涵老老实实 不再招惹我 我不会将他怎么样 但现在是你自找的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顾潇涵那点带货能力 想带我们公司的产品 他没资格 之前让他带货 是看在他粉丝良的份上 现在 我已经知道他人品卑劣 随时有爆雷的可能性 还让他带货 是我不负责 你给我等着 不让你们这一对渣男贱女自食其果 我不性慕 另外 你该死 我祝你早死早投胎 在阴间早点抢个畜生到的好位子 我挂了电话 开始实施自己的反击计划 顾潇涵为了自证清白 将自己的所有视频全部删了 但早在他和我联系的那一天 我就将他所有的视频花钱找人录了下来 我找了会剪辑的朋友 将这件事情按照时间线做了几个短小精悍的小视频 并配上文字解说 清清楚楚地说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里面还有他发给我的聊天截图 炫爱照片 骂人录音 以及他让沈渊父母来找我查的视频 这个事情忙完已经是三天后 这三天的时间 恶毒夫妻联手骗婚女主播给患癌丈夫治病的新闻 传的到处都是 有人采访了沈渊父母 沈渊父母认了所有的栽赃 没有为我辩解一句 他们只是反复地说 孩子是无辜的 希望骁骁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我手机上的恶毒短信层出不穷 我只能关机换了一个号 还有人打电话给公司 希望公司将我开除 顾萧涵也找人打电话给公司 语气中透着自满得意 我们萧涵还是很愿意给贵公司带货的 只不过现在我们要涨价了 在带货过程中 我们会将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 把贵公司则干净 不过以后我们是没办法和穆薇这边交接的 希望贵公司能理解 公司回复说考虑一下 这一考虑 自然是考虑要不要开除我 但我毕竟在公司待了六年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了 所有人都知道缘由 而公司如果妥协 可以理解 但势必失去人心 万幸 我的老领导升任了公司副总 我当即去找他 将自己的反击计划和盘拖出 老领导听得笑咪咪的 他与众心肠道 微微啊 这招有点狠 你到时候可千万别心软啊 我苦笑一声 您放心 如果我心软 我不性慕 如果这样我还不能赢 我会把责任全部揽过来 不会让公司的名誉有损失 老领导很满意 不练碍脑就好 既然要搞 就搞一个大的 在这件事情的热度 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我的反击视频来了 公司将这件事情 当作一次炒作机会 联系了几个爆料博主 将视频发了出去 并全部报销了我的炒作费用 另外 公司还找团队一夜之间 注册了二百多个视频号 全部发这个视频 而这种铺天盖地的视频宣传 热度比顾消寒的视频火多了 视频号的粉丝量蹭蹭炸 而在视频的末尾 我都加了一句 感谢公司领导 没有轻信谣言 给了我足够的信任 这样的公司 我愿意粉一万年 你的公司是怎样的 如果员工遇到困难 你的公司会信任你吗 这句话或许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无数人吐槽玩渣男剑女 开始吐槽自己遇到难题的时候 公司怎样落井下石 如此反衬 立刻将公司衬托出来 而我也从一个素人火了一把 无数人希望我出来正面解释一下 我和公司商量了一下 决定也开一次直播 在直播的前半段 我解释了一下我的事情 没有添油加醋 而是平铺直续 真诚为主 后面 我则开始带货公司的产品 我不讲产品的功能 而是告诉他们 李白说 中古传玉和足贵 如果他有幸活在现在 品尝了这么多的美食 或许会写服药美食底万斤 范仲淹写下了江上往来人 但爱鲁鱼美 你不能随时随地做鲁鱼 但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 服药鲁鱼片和诗人一起品味鲁鱼的鲜美 白居易曾经寄胡饼给杨万里 他说 胡马饼样学京都 面脆油香新出炉 白居易吃芝麻烧饼 都不忘自己的朋友 如果你有一份芝麻饼 你愿意把它寄给谁 那天 我渐入佳境 越说越爽 直播间的货很快消空 后台结算 说我带出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好的业绩的时候 我的心跳得极快 不亚于重新谈了一次恋爱 公司全体上下喜气洋洋 不仅高兴创下了带货新历史 还高兴我彻底洗刷了冤屈 公司的剪辑小哥也没歇着 将我带货的小视频迅速剪辑出来 继续发酵一波 又圈了一波的粉丝 更有好事者 将我和顾潇涵的带货视频做了对比 我这里温润大气 狮词动人 她那里撕心裂肺 嚎干了嗓子 许多人质疑沈渊是不是脑子不好 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掉价的女人 虽然采一捧一不好 但我的虚荣心还是不可遏制地膨胀了一下 公司给我放了几天假 让我休息休息 但我想乘胜追击 便和公司的另一个小姑娘一起直播带货 打算趁着这波热度稳固一下粉丝 如果能打出直播间的名气 以后就可以省下一笔带货费用 而且自己的平台操控起来也更方便一些 而顾潇涵那边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我在带货洗白自己的时候 她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急不可耐地进医院做流产 等手术结束 她的手机上已经出现了无数的谩骂短信 她这个时候慌了 急急忙忙在医院开视频直播自己多可怜 可惜 这一次涌入直播间的人都是骂她的 她的直播开了五分钟就赶紧关闭了 与此同时 陆林手举着身份证开始控诉顾潇涵如何骗了她的货 吞了她三十万 更多曾经被顾潇涵坑过的人 也开始举着身份证控诉她 大厦将心万人推 一时间 顾潇涵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件事情 最终以警方的介入结束 顾潇涵刚出院就被请进了警局 而沈渊气急了 她换了号码给我打电话 一开口便是质问 你要钱 我给你钱 你要房子 我给你房子 你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你知不知道 她肚子里是我唯一的孩子 她大概为了让我愧疚 还发了一张自己术后虚弱无比的照片 我仔细看了一眼 忍不住唏嘘 沈渊虽是男人 但其实特别爱美 她特别注重自己的形象 永远让自己保持着干净清爽 永如少年的模样 可现在 照片上的她剃了头发 惨白着一张脸 虚弱无比 短短十日 她瘦成了一个骷髅架子 整个人透着一种沉沉死气 胃癌虽然治愈率很高 但其实发现的时候 很多都已是晚期 即便动手术 五年存活率也低至百分之二十 她会不会是那个幸运儿 谁也不知道 不过 她如果以为发点可怜照片 就会让我愧疚 那就太傻了 我怎么会对仇人心软呢 我淡淡道 沈渊 在你灌着顾潇晗 往我身上泼脏水的时候 就该知道这一天 你根根就不懂 顾潇晗从来没想过 留下你的孩子 她害怕自己打了孩子 你们家人不放过她 所以才把事情闹大 让自己占据道德高地 一旦她有了道德优势 她就会毫不犹豫地 把孩子打掉 偏偏你还纵容着她 以为自己可以和狐狸谈条件 你太天真了 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是你 你从来就没有弄懂过女人 却还妄图脚踩两条船 活该你有这样的报应 沈渊沉默许久 挂了电话 自那以后 她再也没有打电话过来 而顾潇晗则把自己前几年赚的钱 全部赔给了那些债主不说 还因为诈骗罪进了监狱 她在监狱里面申请离婚 而沈渊和沈父沈母恨毒了她 硬是拖着不离婚 还说如果离婚就把之前 她从沈渊这里骗的钱 全部还回来 他们之间狗咬狗一嘴毛 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两年后 沈渊没有熬过去癌症扩散 还是去了 有朋友发了她的墓碑位置给我 我去送了一束花 看着墓碑上沈渊的照片 感慨万分 她用了自己大学时候的照片 那时候 她是一个好少年 我是一个好少女 我们相识在校园 彼此怀着最纯粹的感情 带着最美好的希望 据说 每七年人全身的细胞 就会更换一次 那时候的自己和七年前的 自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们没有到七年 六年就彻底变了模样 我想 大概是对婚姻不够虔诚的缘故 但不管怎样 人死债消 一切都过去了 反倒是顾潇涵 从监狱出来后 以为互联网没有记忆 还想重新吃女主播这晚饭 可惜 她一开播 就有人骂 有人贴小作文 最后 她只能另谋生路 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而我老老实实上我的班 升职加薪带货 已经小有名气 许多人说喜欢我的带货风格 就算不买货 也愿意听我唠嗑 而经过这次事情 我也渐渐明白 互联网时代 出名容易 出事也容易 最重要的是 不要妄图去利用任何人 而是要一直保持一颗本真之心 莫妄出心 莫失诚挚 如此 才能真正长久地走下去 所以 ro 是 互联网时代 都不不买 就不买 手 不不买 尖 不乱 不乱